聽歌喔 我不知道那個怎麼唸 綠色那個東西 是嗎 我不知道 我用Youtube啊 對啊去買那個會員就沒有廣告 Navis嗎 不是Navis那個什麼 不是 不是還有一個 K-Box DJ 不是我啦 是我 很笑啦 很笑是我的音樂跳舞 是王調查局 獅子均歌單大公開 球員們都聽什麼歌 誰是球隊音控大師 看下去就知道 都聽什麼歌 抒情歌 最近最常聽的歌 就這邊啊 最前面就是 在沒有你以後 最美的遺憾那些 聽那種饒舌啊 饒舌歌 瘦子啊 沒有我最近在聽那個 那個 那個 大雞 跟那個 阿康麥他們 就是比較 比較 台詞 因為他們都唱台語的 老師 通常是英文的 英文的 英文的 有很多 我喜歡聽 《Imagine Dragons》 《Imagine Dragons》 《Shangapal》 是古代的 《Shanga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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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歌就是 可能是被孫英蕾帶壞的 就是 因為孫英蕾都聽老歌啊 就是高中的時候 就是可能是 一百老师那種年代的 其實我手機一打開都是我女兒放的音樂 你知道嗎 就是韓國女團的音樂 我沒有特別聽什麼歌 只是我都聽中文歌 我沒有在聽一些 像有一些人都會放一些英文的 還是 國外的 其實我都聽不懂 歌的第一個是 《海洋波》 這個人唱的 《海洋波》這個人 然後 第二個就像《雲端》 第三個 《碧巡》 我都喜歡聽那個 柔情 柔情的嘻哈 就 柔情嘻哈 那種很吵的就還好 可是 因為有些 嘻哈的音樂 他們的歌詞我都寫得很好 像這個《海洋波》 我覺得他的歌詞都寫得很好 他最近好像 聽到他一首歌是 他歌名叫什麼 我找一下 《海洋波》 就一個普通人生 跟媽媽的20歲 這兩首歌最近都比較常聽 對啊 我覺得他歌詞寫得 蠻平易近的 欸 有時候聽中文的啊 有時候聽國外的 最近有點在聽 阿姆 阿姆這個歌 所以你的歌路很廣嗎 你都會聽很多 對啊 什麼都聽啊 台語 台語 也會聽啊 離心的歌 可能要喝酒的時候才會唱吧 有故事的時候 那你平常都是什麼時候聽歌 開車 因為開車一定要放音樂 開車啊 開車的時候聽歌 還有 早上的時候 剛來的時候 吃早餐 吃早餐 然後去 去做一些伸展的時候聽歌 我都是重訓的時候聽的 聽歌比較多 那開車呢 開車 基本上 不是優良駕駛 我都聽金廣 我覺得球員有時候 蠻好教就是 每個球員都會有自己的疙瘩 或是 你賽前會想要聽什麼歌 像有時候自己 因為補手嘛 就會希望 賽前能夠靜下來 所以會聽一些 比較能量很強的歌 就是讓自己 像是一些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432赫茲啊 之類的那種 那種讓自己的能量頻率 保持冷靜那種 對 就是在比賽前會想要聽的 對 有時候就是在重量的話 就會聽那些比較 high一點的歌 讓自己的身體是 感覺是 一直很想要動的那種感覺 對 開車的話當然就是 聽抒情歌嘛 然後一直開車的時候就可以 唱歌這樣子 對啊 那你們通常都是誰在炸一下 朱傑啊 然後 張翔也會 如果是炸主 那一定是他在放啊 對啊 他有時候會放像那樣 拉丁舞曲 對啊 啊我問他你聽得懂嗎 他也說他聽不懂 他只是節奏而已 對 我們這裡有一個人 他玩很多拉丁歌 我喜歡 所有拉丁歌 他都在玩得最好 對 對 他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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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軍人啊 所以投手都 主要都在操作 他在操作 對啊 都是他在操作 政軍人啊 那他都聽什麼 周星澤的啊 他說他是那個啊 統一周星澤啊 那個誰 張翔的歌單比較奇怪 他就是很多很多 沒聽過的歌 就是那種 比較奇怪的 還是因為他年紀比較小 沒有沒有 不是那種 是那種很奇怪的歌 那種 要嘛不是那種 那種髒話很多的啦 反正就是那種很奇怪的歌啦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異的 音樂 對 就是 有時候會放那個 台語 台語歌 都是陳重廷叫我放 說不要一直放那個 大家聽不懂 他講台語 他講說什麼 不要放大家聽不懂的音樂 這樣子 然後聽一下台語歌 然後他給我放那個 陳蕾的 他給我放陳蕾的歌 他想說都是我給他的啊 都是我給他的歌 所以安可不是張強的歌很怪 嗯 是蠻怪的 可是我 可是有時候他會 我都會傳他 類似他 比如說他開設的時候 我都會傳一些音樂給他聽 就類似像那個 那個 西班牙文 對 有時候放的時候那個 裴瑞茲啊 我跟著我 跟著我 跟著我在那邊 就不知道在那邊練 我也不知道怎麼唱啊 然後他就跟著我 跟著唱這樣子 所以你會跟他跳 我會跟他跳啊 我會跟他這邊這樣扭屁股 很像在那個 很像在舞池這樣 很像 雖然他是男生啊 對 你會去KTV的話 KTV 我不會去KTV啊 蛤 我很 我都在家 唱KTV的話 你都點誰 第一首 必點的歌 必點的歌啊 我想一下 最拿手 哎呀 遲到啊 劉文正啊 你知道嗎 劉文正啊 多早 多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在 台東的時候 像我媽媽他們都幾乎 對 我媽媽他們都唱 這些啊 什麼 情人的黃襯衫啊 巧合啊 這些 都是聽這些歌長大的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